歡迎收看 余思好啦 歡迎光臨 各位大家好 來 余思凱 歡迎 我們歡迎介紹的特代賓 嗨 那個 我知道你天不怕 地不怕 是 但我們有時候看診 你知道到了某些診間 真的會害羞 而且會很怕被誤會 這是難免的啦 你說男人也會啊 密尿科就是比較私密的地方嘛 所以你連這也不怕 這有什麼好怕的呢 對不對 你只要沒做壞事都不怕 聽說你連結紮都很釋懷 我結紮很釋懷啊 我小二十 二十六歲嘛 我生完他沒多久就結紮 所以我結紮二十五年了 好少喔 那個時候結紮來講 沒那麼普遍 我結紮那個醫生呢 就是我老婆他們家樓上的鄰居 這麼尷尬 常常會打照面 就會打招呼 然後後來就知道他是一個 這個泌尿科的一個 滿有名的醫生 所以我就找他了 所以就你知道 那種心房就沒有了 那女孩子我覺得比較 問題比較大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分享 哪些藝人呢 他覺得踏進有一些枕間 我真的很害羞 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是 常逃婦產科會不會誤會私生活複雜 來來來 會不會誤認會私生活 不檢點 只有心儀會啊 真的假的喔 我也會 你也不是嘛 你也會啊 會怕被別人誤會想說 一定是男友教太多 妳的長相 怎麼樣 你嚇事啊 你嚇事啊 詩儀妳為什麼會舉圈呢 應該講說 其實我 婚前的時候會害羞 婚後當然沒在怕 是啦 但是因為我生完小孩之後 醫生都會說 你們要做那個子宮頸抹片檢查 結果呢 我不知道第二胎的時候 醫院就call我說 那個有益狀 我說有益狀 趕快去看 她說可能有 我就很緊張 她說那人家轉接到大醫院 去做精密的檢查 切片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疑似 就有病毒的問題嘛 然後我想說 HPV HIV是一樣嗎 不知道嘛 然後後來就查一查 她說原來不是艾滋病 我嚇死了 我想說 我這麼乖的 我怎麼可能 然後很怕被人家側目 說她怎麼樣怎麼樣 妳就很緊張 後來醫生就說 不是 你們都搞錯了 她說百分之 不知道八 九十的女生 一生都有機會感染HPV病毒 是 是 所以這個東西會隨著 你抵抗力免疫力的好壞 而就是跑出來之類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樣 結果後來轉接到大醫院檢查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陣子 可能抵抗好一些 後來追蹤結果發現是正常 只是發炎而已 對 她說發炎也會造成 那個異常 對 因為那時候不是講說 那個好像疑似有感染HPV病毒嗎 就是私生活不檢點 就是 他們就會 不知道的人就會跟我一樣 覺得說 是不是私生活不檢點 你問醫師嗎 醫師叫我真的是私生活不檢點嗎 從你出道來講 大家都知道 你是一個乖乖排 我超乖的 對 你不這樣乖 然後你的長相各方面 也不是那種就是 風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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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一二中耶 所以他跟我長得就一副OK的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很擔心別人怎麼看我 因為別人會更覺得這是一個大 大的八卦 對啊 大爆料 而且他又演小三 對 身直人心的情勢 你就會被那個側目想說 他好奇怪 醫師像我們這種長得風花雪月的怎麼辦 HPP跟HIV 雖然都有一個H 它不代表說HPP就是 你就被污名化了 因為它的傳染入境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般都是接觸 性接觸比較多 可是也有一些是 不乾淨的馬桶等等 都只要是 也會干擾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污名化 曾經也有統計 HPP在哪裡 最多 就是上廁所那個馬桶 還有那個鈕 還有那個門把 因為你在那邊擦 所以不是說一定都是 那樣子來的 否則這樣真的會 就跟 因為HIV 大概就是真的是接觸 那HPP真的還蠻多女生有的 所以這個比較 不用太擔心 那在這裡幾個 幾個比較學理上的東西 可能跟大家做一個 做一些經驗的分享 我們大概都知道 其實我們做抹片 就是做一個小刷子 把子宮頸的細胞刷下來 那大概政府鼓吹了 三四十年的子宮頸抹片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成效 他已經把台灣的子宮頸 從在婦科癌症 第一名拉到最後一名去了 是 那做出來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子宮頸的上皮細胞 灰色的是正常的 紅色就代表頸界線 你如果有紅色就表示你有問題 所以我們正常細胞灰色 它慢慢長長長就脫落 就代謝掉了 可是如果你這細胞開始有紅色 表示它被影響到 它變成一個不正常的細胞 如果你只有這樣一層的 我們簡稱叫CIN1 如果你有兩層的話 就是變成CIN2 反正如果你有三層 叫CIN3 如果你這個紅紅的吃穿 你的整個的子宮頸 這才叫子宮頸癌 所以那部分篩檢都在這 所以這個在現在的 腹癌的定義叫 也不叫什麼零期癌 現在不會這樣稱呼了 所以得到這個 基本上不要太擔心 你只要適當的治療 都可以治療好 HBV病毒它就是一個病毒 病毒會去影響我們的細胞 從正常的變異常 那異常就會變成亮紅燈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被感染到 你的風險就會相對變高 就跟我們肝炎一樣 如果你得了 你感染到B肝 你就知道你要肝癌 這是已經 這是國病 所以大家的概念很好 這個跟的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那現在我們的HBV 它有疫苗可以去施打 也是腹癌 腹產科裡面 唯一的一支疫苗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 現在我們政府也推 在那個國小 我們從13歲 11 12歲就可以打 我們從最年輕的小朋友 全面燃殺 希望以後子宮頸癌 能夠在地球上消滅 讓他完全可以預防到 這樣的效果 而且聽說還建議 男生也一起去打 對 我們也會建議男生施打 因為HBV病毒 不是只有子宮頸癌而已 它在癌症方面 它還包含肛門癌 陰莖癌等等的 所以男生你也是會染疫 像我自己 我也有打 可是我打不會覺得 我好像私得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爆料說你有打 我們沒有說你私得有問題 我們一定要呼籲男生要打 只好先生以身作則去施打 而且我已經打完三劑了 那有年齡限制嗎 大概現在 這樣60不用打了吧 其實不大需要 算了啦 你10點就睡了 沒有什麼事情要打 不是 他也是會感染啊 我們去問一下 對 因為年紀大他只是喔 因為他們統計上去做研究 就是你的抗體效價比較低一點 不會像那種十幾歲打 可以到99 你可能大概只有七八十 還是有效 很多年前就是新聞有報導一個個案 就是一個醫生 然後他就是 結果發現嘴巴裡面長菜花 因為我會注意他的職業跟我是一樣的 是 然後後來就去做切片真的是菜花 後來就是推論 你這個醫生下班是多麼的生活 非常地經驗 非常不得了 後來人家根本就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人 臉上沒有任何風花雪月的感覺 結果是因為他手術啊 我們常在幫病人燒菜花 或者做這種追狀切除 你就是戴著口罩 對 那你去燒那個東西會有那個 它那個煙 那病毒可能在上面 它就久了就會吸上 吸到 對 所以以前有這個啊 後來現在有這種在燒這個 有時候都請學弟幫忙 我們就退後 請學弟幫忙 我們太六十月倒閣了 這算是實栽吧 這算是實栽吧 對 然後就會擔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它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 它這種是病毒性的感染 所以我疫苗要先打好 預防好 換句話說這種傳染機是 並不是說 它只要有飛沫 不管是男生 女生 都會有被感染的情況 只是女生會造成 剛剛畫的那個圖形畫像 會變子宮脊癌的機率 是比較大的 是喔 對 所以我們還是鼓勵 所有的女生 你真正要做的 還是 你看你在哪一個級別 我們也有年輕女生 這真的非常非常多 門診大概三 四十歲 二十幾歲都有遇到 因為現在年紀 性經驗的經驗 年紀一直往下修 對 那你如果都不做 可能十年後 萬一做出來是不好的東西 就麻煩了 你之前門診有個 35歲的小女生 對 然後結果做出來 它是CIN2 那在這裡1跟2的差別 就是CIN2之後 要做一個所謂的 椎狀切除 你就把那個真正的地方小小 那個手術大概十分鐘就好了 就是用那個靜脈麻醉 十分鐘睡一覺 比大腸鏡還短 對 做完切下來 後續追蹤就可以了 就把它這個真正的情況 到此階段 讓它從頭再長 那這樣子 通常一個跳一個 大概都五到十年 讓它不要一直往前走 那你就可以得到 很好的指教 所以子宮頸癌 應該現在在我們這個 癌的這個排列來講 應該滿後面的 已經到很後面去 對不對 人類乳涂病毒 現在有著很新的適應症 就是它直接明確寫說 可以預防頭頸部的癌症 就是已經明確了 我們想說奇怪 怎麼會有那個地方感染 會跟頭頸部癌症有關係 對 就歐美研究發現說 其實很多頭頸部癌症 到最後發現 它是有被HPV感染過 這樣子 所以它最新適應症 所以男生打不但可以預防 生殖器不一樣 菜花 肛門癌 還有這個頭頸部癌症的預防 是 比如說咽喉癌 這些的 跟HPV有很大的關係 那歐美的研究 是明確診斷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建議說 如果你的生活比較精彩 比較要多製作 比較精彩 比較精彩 我們都不精彩 打也預防一下 可以 對 所以可能還要多一個 但數就可以預防頭頸部 這樣子 真的是滿好的一個 好厲害的進步 所以它的抗體是不會下降 它幾乎打 就一輩子這三劑打完之後 都不會下降 那真的鼓勵大家 男生 女生都去打 對啊 你也去打一下嗎 我去打 去打 懸著懸著 因為我很少入行的時候 然後我的第一個 在圈內的緋聞 八卦 居然是說 何佳玟一定男朋友很多 跟可能在外面生了很多小孩 後來我聽大家講才說 因為他們很常常問我在哪 我就說我在婦產科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為什麼很常去婦產科 你知道我們女生很容易得 尿道眼 是啊 是不是 憋尿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女生如果有尿道眼 我們會去找婦產科醫生 我們不會找泌尿科醫生 你跟婦產科醫生熟了 而且以前醫美 有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要變漂亮要靠婦產科醫生 他會給我們吃調晶片 你月經很好了 你皮膚就漂亮 然後我記得我最早吃什麼漂亮 什麼蜂王乳 什麼膠原蛋白 那時候都還沒有醫美 也是婦產科醫生說的 我後來還跟我的醫生 說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有時候週年慶去逛街 因為他的診所在那個鬧區 然後有時候我們買很多 你要跟朋友吃飯很麻煩 就先把買的東西 放到婦產科那邊 放到婦產科那邊 我沒事就跑婦產科 所以只要有同事朋友打給我 我說何教委你在哪 我說我在婦產科 這怎麼 這也太值得誤會了吧 對啊 所以我在圈內 第一個八卦是這樣 但是我真的沒有覺得 女生不要常去婦產科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你只要有一點點毛病 就去檢查台灣的醫療那麼好 太差了 就是你就去檢查 因為你一點點就治療 其實對大家都很很好 看病是天性低 可是有時候大家覺得說 好像被那個對號入座 說你開泌尿科看 對 那所以有一些人就會選擇說 來我們這個科 加一 加一科 沒有那麼可怕 但我之前也是碰過跟嘉雯 很類似的個案 他在40多歲他單身 沒有結婚 一個女生 他前一陣子被外派去大陸工作 一工作忙起來 六個小時 七個小時 完全沒有去尿尿 就一直憋憋憋 然後就泌尿到感染膀胱發炎 那在大陸可能沒有那麼熟悉 一些醫療的方法 他就買藥吃 買抗生素吃 就感染就吃藥 還是繼續憋尿 感染再吃藥 那回到台灣來之後 他就變很嚴重的 他大概憋尿憋不到一個一個小時 他就一直跑廁所 跑廁所 所以回台灣就一下看婦產科 那他也鼓起勇 繼續看泌尿科 就這樣看 醫生就說 其實你沒有感染 你現在就真的沒有感染 那你的餘尿也都很少 你就可以尿乾淨 可是你一直裝一點尿 你就過洞 因為膀胱最重要的是要裝尿的功能 你要把它儲存住 到五六百CC再去尿 這樣正常 他憋不住一個小時解一次 那怎麼辦呢 他就像佳玟這樣 他動一動就看婦產科 泌尿科 同事都說 你在哪邊 我在泌尿科 壓力更大 他決定來找我看診 我就說 好吧 那你還 我可以照那個藥劑去開給你 那我還是建議你說 其實你還年輕 可以做一些膀胱的訓練 有些婦產科醫師會建議說 你稍微做點像 就故意把它有點像 海科運動 對 海科運動 你訓練一下 那時候也刻意給他做個 骨盆肌的運動的話 這樣回饋的一個刺激訓練一下 可能會有幫助 來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什麼 挂身心科怕被說精神有問題 這真的會怕啊 好 來 比你覺得是對還是錯呢 請舉圈 會喔 只有家文有 因為以前我覺得說 去看那個精神科的話 應該都是精神一定有什麼疾病 然後譬如說 是大家都覺得你有問題了 你才會去精神科 後來我慢慢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有那種什麼 失眠的問題啦 或睡眠不好 然後甚至於一些 行為的一些強迫的 譬如說 強迫症 對 強迫症的 一直洗手 或者是我怎麼會一直這樣 他們就會去身心科 然後好像感覺還蠻正常的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我大概在十年前 然後我有一次就在床上睡覺 睡起來的時候 忽然覺得呼吸困難 然後心跳得很快 我就覺得我下不了床了 那個感覺很像是被水淹 淹沒的感覺 然後就是針就開始砸我身體 然後我就看 我的手指甲有點開始變紫色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不對 我覺得你要送我去急診 他說 可是你看起來還好 我說沒有 我覺得我不對 去了醫院之後 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覺得我是心臟的問題 因為那個第一個反應 我躺在床上的時候 覺得心跳很快 我說我是心臟的問題 那醫生就幫我排列了 一串的那個就是 檢查 對 心臟的檢查 包括帶著機器跑啊 心電圖啊這些 他說照完之後 醫生說 我看到你這些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的心臟還蠻正常的 功能都很好 然後我就去了加醫科 醫生就說 我幫你轉診 到身心科去 然後我就說 身心科 他說 對 他說我懷疑你是恐慌症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於是我就去了身心科 轉科了之後 真的醫生花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診斷出來 他就說我就是恐慌症 而且是典型的 就是我會有那個恐慌發作的時候 所以於是我就靠了藥物 撐了好多年 我其實到現在身上都一定要帶被藥 恐慌症會怎樣呢 除了你講的 你說會有壓迫感 還有什麼 第一個恐慌症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不是因為你遇到什麼事情 你害怕忽然你變恐慌 我被這個事情嚇到我恐慌 不是 他是突然的在一個你抵抗力比較低弱的時候 所以又要感冒啊 或是哪裡發炎的時候 我的那個白雪球起來了 然後我的那個三殺神經就怪怪的了 他就開始告訴你身體怪指令 就說你身體好像哪裡不對 然後他就開始在fight fight的時候我就開始會有一些身體上 譬如說皮膚的刺痛 呼吸困難 然後開始覺得看東西的顏色變成黑白了 最嚴重就會這樣子 對 然後 是不是要卡到陰啊 對 就有一點 有一點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你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而且你沒有原因的變這樣 而且怕自己昏倒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必須要吃藥 尤其他就給我兩種藥 一種是舌下片 那個舌下的 寒的 讓我就是說 擔心沒有水的時候 譬如說我在開車 因為你開車有時候 它真的是發作的時候 你是眼前一片黑 你就不斷開了 所以我就必須要放一些舌下片 好像鎮定劑一樣 對 其實就是一個讓我放鬆 腦子放鬆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就是一個 就是隨身攜帶 那吃了之後 其實我可以大概估計 10到15分鐘 我這個症狀就會壓下來 其實我在這個10年裡面 我這個台大的醫生跟我講說 我可以寫一篇用藥論文 入文 對 不要操喔 他就說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我吃哪一種藥 就我們試過非常多不同的藥 哪一種藥對我是有副作用 哪一種藥是沒有的 於是我就換了很多種 一直到後來我大概 連續吃了7年的藥 然後到現在我只需要 就是發作再吃 然後我現在已經可以估計到說 我差不多可能要發作了 譬如說我遇到天氣很不好 然後遇到就是 經驗很豐富 對 就是你已經 我已經知道那個感受了 後來我是第一個 我的精神科醫生推薦 我必須要吃安眠藥 對 因為為什麼他說 我一定要吃安眠藥 是因為我的睡眠不夠生成 我以前自己還覺得好厲害 後來發現那是個病 當然這個藥也是試了好幾次 我也是跟醫生說吃了這個 我早上起來會暈 吃了這個我覺得睡得不好 就大概也試了那個10種不同 也試過很多 對 試到最好的了 最好的 後來就最適合我的這樣 對 我們有時候不要說 你不要這樣想 你不要這樣 你趕快好起來 你加油 那些那一點用都沒有 對 最怕人家講這種話 那如果能夠控制自己 他就不要這樣 他當然是身不由己 我前一陣子就有一個患者是這樣 是說他就在去年 我們在台灣第一波疫情大爆發 所以我有一個患者 50多歲的一個大姐 他們家就是被感染到 因為他先生就有這個萬華的接觸史 那先生被感染到之後就回到家 他也被感染了 然後他感染之後 他還感染給他的媳婦跟他小孫子 那結果三個月他回診 我再看到他的時候 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那好像真的一個很乾枯的一個大姐 就是他整個這樣 好像靈魂被抽掉一樣 我就說大姐我知道你那次被感染 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他被感染之後 睡不著了 已經三個月 已經三個禮拜住院 解隔離出院了 開始睡不著 那吃不下飯 那每天就覺得人好累 好像人走路在水裡面走路一樣 人好累 就到處看醫生 他也去看那個新冠 後新冠的門診 醫生跟他說 你肺部真的都沒有問題了 你的功能都正常 他說我真的就是不舒服 我整天都無盡打採好累好累 我越聽越覺得說 好像不是真的身體的狀況 我說大姐 是不是心情都很不好 她心情當然不好 而且幾乎每天都心情不好 而且一整天都心情不好 其實這些症狀就是 憂鬱症的症狀 你整天都不快了 而且每天都這樣子 再問第二個關鍵的問題說 那以前喜歡做的事情 現在還喜歡做嗎 這是我們最常去問的 他說不想做了 以前很喜歡打牌 現在完全不想要去打牌了 整個情緒 整個樂趣都不見了 光他那些症狀 已經符合我們 重慾症的診斷了 那我再問他最後問題說 那你每天都在想什麼 他就說我想到 他先生後來那次 疫情之後就過世了 所以他心理壓力很大 他說他有時候 站在馬路上 會看到車子來來去 他想說 我剛才走過去 給車子撞死好了 我聽到這樣 就覺得不行了 大姐 你有生病 你哪邊生病 你頭腦生病了 你頭腦不健康了 我們講的是一個 像血清素不夠了 你頭腦不健康 我有認識一個身心科醫師 我趕快請你過去 給他看好不好 他就半信半信說 真的 我是憂鬱 我說對 你是憂鬱症 就趕快把它轉接過去 那身心科醫師 給他開藥 調整 大概再過個 下一次的回診的時候 再回來 整個人的精神氣色 就好很多 就改善很多 所以其實很多這個疾病 是可以透過診斷跟治療 我們台灣最近有個統計數字 50歲以上 有高到16點多 是有憂鬱症成像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有這個問題 疾病其實是很高的 我們之前在急診 也常常會遇到一些 身心症狀的人 像我們之前就遇過一個 一個50幾歲的男性 因為他第一次來很神奇 出場超盛大 直接緊急煞車在我們的急診室 門口 然後就衝進來 也沒有掛號 我們跟他說你要掛號 要不然沒有資料 他就在那邊說 不行不行 我闖不過來 我闖不過來 然後警衛在後面追著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車 就停在救護車道上 結果檢查都很好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心電圖沒有問題 血氧也很好 只是血壓很高 因為他那時候很緊張 焦慮 那我說你怎麼樣不舒服 他說我剛才在開高速公路 突然就闖不過來 我就覺得我心臟快停掉 快死掉 對 然後我們幫他檢查之後 幫他打一點點 稍微輕微的鎮靜的藥 他睡一下 他就說他沒事 他要去上班 我就說 那你剛才那一種 不舒服的感覺是第一次 他說他好像最近 曾經發生過一兩次 可是他今天第一次那麼嚴重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有可能是一些 就是情緒 恐慌或焦慮的問題 可能還是要再去看一下神心科 他說我怎麼會有精神疾病 我大老闆 他就直接跟我說我大老闆 我工作壓力那麼大 我十七二十年都沒問題 結果過了沒幾天 第二次也是 也是一樣又在我們的 磅礡登場 也是就是又是在那邊 然後又是緊急煞車又衝進來 我說你怎麼樣 我又覺得衝不過來 我又覺得好像快要撞車了 然後不行 然後我們就又幫他治療之後 我後來我就老實跟他講 我說你這個其實就是恐慌 你這個可能自律神經 教授神經 真的壓力久了 有的人都覺得年輕的時候 壓力沒關係 可是老實說這些壓力 其實會造成 日記越來的 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子你以後敢開車嗎 你不敢開車 你怎麼繼續做你的事業 然後後來他才聽進去 後來他去看精神科 經過急診 都會跑來跟我謝謝 對 因為他說他後來其實 真的生活就是已經在極度的恐慌 而且他除了那兩次發作之外 他在家隨時都覺得 他有可能下一秒心臟會停掉 剛剛俊姊講的 我就超有感 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情況 但我第一次發作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就是剛好我老公帶我 然後要去百貨公司 然後要下地下停車場的時候 要進一個 暗暗的走道 結果他在車子才剛一往下開的時候 我感覺天花板要壓下來了 我頓時 就是心跳變很快 然後開始 然後開始 然後整個變 整個就是 覺得完了完了 那個天花板要壓死我 要壓死我 然後就很害怕 然後我想說不行不行 我不能再待在車上了 然後我就說不行不行 我要跳車 我要跳車 然後我老公說 在這裡 這裡停車場 你要跳車 去哪裡 我說我不行不行 我走過去等你 我一邊結巴一邊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不明白 他傻眼想說怎麼回事 我第一次這樣 我說我不知道何故 就是突然的有這樣的感覺 之後呢 只要到那個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我就會有同樣的情況 那如果不要去就好啦 對 後來我就去別的百貨 比較明亮 比較高一點 然後結果有一次更可怕 我在雪碎發作 雪碎那麼快 超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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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閃不掉 你知道我怎麼樣嗎 我直接開了窗 然後大哭 我就說天啊 我在幹嘛 我怎麼會這樣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我怎麼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要後來有一次跟我朋友講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這好像是恐慌症吧 我說什麼叫恐慌症啊 然後他就說就是 憂鬱症 跟憂鬱症有關的 然後我就說 我有憂鬱症 我怎麼可能 我那麼樂觀 我怎麼會有憂鬱症 他說我覺得你還是去看一下 後來我就發現 就是在孩子 就是在很吵雜的環境中 有一次也是在 我們一家人開心 要去朋友家 然後呢 那天下大雨 所以車子上 不是那個雨打在車子上 會啪啪啪那個聲音嗎 然後外面那個雨摔就這樣 等於你視覺聽覺跟小孩 都很刺激是不是 都很刺激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還要放音樂 我說誰不要放 我快不行了 他說現在 他說那我們要掉頭回家嗎 你又要跳車 我跟你講 而且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下大雨 我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說 主燕書 我對話不可以這樣子 我不能跳車 可是我現在怎麼辦 我整個手已經冒汗 然後緊繃到已經 我覺得我真的快要呼吸不過來了 後來反正我治療的時候 我就有跟醫生講說 我有這樣的情況 那不是有一些什麼 什麼磁症噪影 或什麼 你一定要進入那種密閉空間 然後那種很狹小 然後通過 通過那種 長長的那種 那個機器進去嗎 我就說如果這樣的話 我怎麼辦 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這種情況 你一定要掛身行客 所以後來呢 我就有去 在 反正就是癌症治療的時候 就有跟醫生講這樣的情況 他有開一些輔助我腰部 其實就是肌肉放鬆 讓我能夠就是舒緩 然後也不要那麼緊繃 對 然後包含就是 我後來開始化療的時候 會睡不好 醫生也是講 你這樣長期的淺眠 中段睡眠的話 都對你的修復什麼都非常不好 所以他就會跟我講說 就是還是我要轉接到身行客 所以你還沒要 對 我不是 他就是一樣開肌肉放鬆 讓我能夠可以好好的睡覺這樣子 我補充一個就是 剛剛欣怡講的 我非常有感受 就是說他說他開車的時候 他會很害怕 我是那時候是有一次 是我去做臉 你知道做臉的時候 你是要敷臉對不對 對 沒有辦法閉眼睛 真的 你只要有東西 汗蓋在我的臉上 蓋住你的臉 你整個人就是像發瘋一樣 就沒有安全感了 對 然後旁邊的人 都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可是你就是 你一直在忍受 然後一直在說 我不行 我不行 我當然只能三分鐘 那個眼睛 所以你們兩個都不能做 那核磁共振 我跟你講 我那天必定得做 因為我問了醫師說 那我這樣能 可是他說不行 你一定要看你的IC 不然有沒有轉移到其他地方 一定得照好幾個什麼鎮子 鎮好多都一定要照 但你知道 在那個密閉空間 有一個 他們還說 那請你老公進來陪你好不好 他就進來然後講笑話 在那邊講笑話 放一些比較舒緩的音樂 然後有一次 是實證攝影師不行的 因為他連髮夾都會被吸上去的 那你怎麼辦 你就只能在裡面一直深呼吸 然後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學會 幫助你自己冷靜下來 我就在裡面一直 1 2 3 4 5 吸氣 1 2 3 4 5 呼 然後就這樣一路 這樣子20分鐘還是幾分鐘 然後另外一個我忘記什麼檢查 也是一進去 然後開始就是流眼淚 就是你沒有辦法控制你自己 你就一直流眼淚 因為你很緊張 然後他們就說 還是你需要吸一點氧氣 然後我吸了氧氣 然後更可怕的鼻水一直狂流 然後一邊吸洋一邊哭 然後他們就安慰我說 很快就結束了 然後還有幾分鐘 就這樣安撫我的情緒 然後勉強過完這一關 你知道那真的很折磨 那你這麼樂觀 你在治療癌症期間 你有沒有覺得你快憂鬱了 有 當然會有 就是很多副作用產生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常常看到就是那個時候 疫情稍微解封一點 大家都狂出去玩 狂拍那種什麼出遊照 帶著小孩要呼吸 然後人家都是炫富 我看到這種炫油的 我就很不開心 要整個開始認識技術 你知道 然後我有一天我就 剛好就是跟那個 葉心梅在聊天 他說 其實大家在社群上面 寫的東西 當然都是報喜不報憂 他說你不用想太多 你也不用太相信 因為沒有人會把自己 真真實實 赤製裸的痛苦寫在上面 讓大家去觀看 他說但是你 一直很努力的 在對抗你自己的疾病 然後你生病 你還可以去鼓勵大家 他覺得 他說我覺得你才是 真正的勇敢 他說所以你一定要 繼續勇敢下去 我就覺得說 好像有被安慰到 感覺有舒緩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身邊 真的有恐慌症 或這樣子的情緒 發作的病人 你千萬不要跟他講說什麼 加油 或是說翻白眼說 又來了 我跟你講這種情緒 反而會讓我們更嚴重 對 其實你就跟他說 或是跟你講說沒事 睡一覺就好了 對 你先深呼吸 來我陪你 你只要讓他感覺你是友善 能夠陪伴他的 其實慢慢就可以幫助冷靜 你應該講 這樣的病患都需要什麼 別人傾聽他 別人安慰他 別人當他一個最好的朋友 對 同意他 那其實急診有一個品質指標 是所謂的72小時回診 什麼叫72小時回診 這個病人在72小時裡面 來急診兩次 那有可能是第一次 你沒有把他的疾病 抓出原因來 或是第二個就是他的症狀 因為這樣子更嚴重 那這個阿婆其實60幾歲 就跑來掛號 我就一看72小時回診 然後我就趕快叫他進來 想說是不是症狀更嚴重 我就點了他上一次的主數 他上一次掛號的主數是說 他背後背了一個人 對 然後結果72小時之後 果然症狀加倍嚴重 背了兩個人 背了兩個人 背後兩個人 我就說阿婆 背後怎麼背了兩個人 他說對啊 你看不到嗎 我就看一看 三個 我好像不是 沒辦法看得很清楚 然後因為有時候 你跟他說你看不到 他就會覺得你不相信他 我說我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那要不然你跟我講 你這個背了多久 他說他背了五千多天 13.67年 阿婆你這樣13年都 一直這樣背著 他說對 你上次來說你這個背一個 對啊 上次來了 他幫我打一針比較不痛 可是我覺得我今天背了兩個 你看不到嗎 要不然你覺得我要怎麼幫你 他說你就把我把它弄掉 我說那你這中間 你有沒有看其他的醫師 他說有啊 他就覺得他背了這兩個很重 所以他就去看了神經外科 看了骨科 然後骨科就跟他說 你這個肌肉太緊繃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開肌肉鬆弛劑 然後我就說阿婆 那你有沒有去考慮去看過精神科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一些神經科的問題 他說不要 我不要去看神經科 看神經科都是神經病 我不要被人家說有神經病 可是你這個還是要去看一下神經科 那或是要去廟裡面量一量比較 他說神經病我又不是中邪 我去廟裡面量一量幹嘛 然後他這時候他突然很緊張跟我說 醫生你這個急診都和急重症 你告訴我好不好 我這樣會不會有生命危險性 我說會不會突然怎麼樣 然後他就很認真跟我講 然後我做醫生做了20年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回答這個你知道嗎 最後我就有點半片半好 我說阿婆沒關係你這個 你只要不要背到五個人 應該不會有立即的生命危險 想說三個人比較靠近 五個人比較遠一點 還有一陣子 對 然後他會說 如果背到五個人怎麼辦 背到五個人的時候 你趕快來急診找我 我幫你處理 他會不會說 你要不要看一下精神科 真的五個人 沒辦法 而且這種真的很麻煩 因為他一個人來 他又沒有家屬 他沒有家屬 帶他去看才行 他就是不想講 對啊 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狀況 是的 亂金看醫生怕被秒判更年齊 這個我也想舉圈 真的 年齡到了就很怕 群舉牌不是舉圈 對 還早嗎 還年輕嗎 你看我嗎 Julie 對 我想你應該會舉圈 你們哪個認證 不是 我不需要他認證 我跟你說 我看著他長大的好不好 對 我覺得在我這個年紀 我覺得停經啊 或者是更年期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本來就是啊 可是在這個中間 你心裡就過不去嘛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說 這個更年期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是好傷心的事情 當然除了去看婦產科 第一個是因為就是說 當你走在那個超市 然後你居然覺得說 看到那個衛生棉兩排 你再也不用經過它 你就想說 以前月經不來擔心是懷孕 現在月經不來擔心是更年期 對啊 這是一個就是很煩啊 然後後來就去看 還是去看了婦科 然後呢 我就逼我的婦科醫生講說 幫我抽血 幫我看 這個我月經還會來幾次 他說不是你不要為難我 我算不了幾次 我只能給你一個指數說 大概你還可以多 還有幾年 還有多久這樣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不會來貌似你應該還會來個 一年左右這樣 開心了 超開心 你知道 回家馬上買了這樣一箱衛生棉 想說 應該還是用得到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虛 你要看身心科 他真的 不懂那個心情買的時候 他問你說要不要紙袋 不用 就是直接這樣 而且馬上買那個什麼 量多的 真的 也用 很長的 沒有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去看婦科的時候 是真的會有這個慢慢的 你要給我一點時間去面對他 對 就你講的那種 其實女生很奇怪 真的 尤其考試 游泳 每次把他們的 對啊 出去玩都要 可不可以幫我把月經 往後挪一下 我可能要出國兩個月 都不要來月經 那年紀慢慢大 可不可以讓我月經再來一下 對啊 就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然後大部分都說 那月經沒有來 他們都會講說 他可以省了一些錢 買一大都會生眠 對啊 那其實像我們在門診裡面 其實會用症狀先來問 先會問說 你有沒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狀 那它叫做更年期症候群 它就是有很多症狀 那我這邊又把它弄 哇 這會太多了 有沒有看到非常花對不對 對 基本上就是要看不清楚 對 看不清楚了 那也就是說有幾個症狀 第一個就是 會有熱 就是讓你看不清楚 我就表示你的年紀已經到了 不是 視力已經看不到了 乃哥你看得到嗎 他想了解他都沒辦法 我看不到 你看到 你看到 你念三個來聽 來 你也給我聽 性交騷養 你已經好好喔 有沒有 性交疼痛 性交騷養 性交騷養 不是每個人通通有 有人有 有人沒有 人有這邊 有人有那邊 大概一般更年期 大概在 正負五年都有 可是像我們在門診 也會遇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女生 她40歲 她這個女生來 其實看起來清清秀秀 她就說她月經變很少 那我說你結婚了沒 她說有結婚 那有沒有小孩呢 我們就是基本的病史會詢問 她說她努力了大概七八年 對 然後做了人工 世關炎 可是都很可惜都沒有成功 我們就幫她做了檢查 也抽血檢查 抽血最簡單 一抽一翻兩瞪眼 是和不是馬上就知道了 結果一抽血出來 她的 小於20很低 那基本上就已經沒有了 就是基本量都沒有 那月經基本上是推不動了 就像我們這樣講好了 女生的子宮在這裡 兩邊是她的卵巢 卵巢就像原料 你丟點油丟點水進去 燒一燒爐就會出來 月經 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當你的那個油水都不低了 月經就沒來 子宮就慢慢萎縮 卵巢也就萎縮 那我說你可以 因為你年紀太年輕了 你可以先試著吃一些 所謂的更年期的用藥 它可以預防什麼 預防你的骨質疏鬆的問題 可以預防你心血管問題 所以女生雌性素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這身體是伴有很多很多的角色 因為你看她一不見 就會出現這樣 這麼多症狀 那當它存在這些症狀 就通通就沉下去了 所以當你的時間還未到 而提前到 我們通常叫一個診斷 叫做 那你這樣狀況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你 開始服用一些更年期的用藥 因為這病人跟了我很久 然後她已經吃了七八年 後來我就不太問她說 生小孩的事了 因為她現在已經也七八十 四十七四十八歲了 所以大概她用的都非常好 而且她吃了荷爾蒙藥 她有一個特色就是 皮膚就更好看了 變更白了 對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需要藥物幫忙的時候 還是真的用藥物 對她會是比較 王醫師給她開兩鐵 我到底 我今天有得罪你嗎 我自己是 所以不會停經 可是因為我打化療的藥 它就會停經 所以人家說什麼停經的症狀 熱潮紅 那種那個半夜真的是 熱醒了 對 熱醒了 全身就在發汗 你知道嗎 就覺得好像在做什麼 汗蒸墨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不舒服 可是你問我 我也覺得就是 你就很像是夏天 然後一直都在夏天的感覺 你自體會一直發熱 但是你問我說有沒有不方便 我覺得很好 就省很多衛生棉的錢 像我婆婆都說 沒關係 你都生完了 也不用再生了 太多也不用了那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就算我已經停經了 因為打症狀後 然後有停經也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到時候 醫生講說 大概三個月到半年後 還是會恢復 他告訴你說 只要你不是年紀太大 都還是會恢復的話 我就是慢慢等 還有什麼狀狀 男生很怕吧 我覺得男生怕腎 我覺得還是怕泌尿 真的 所以你不怕腎虧兩個字 開玩笑 怎麼換挺胸 我腦子裡面 沒有這兩個腎 這來賓呢 你叫他們舉什麼呢 女生也是會有腎不好的 對啊 我們舉幹嘛 好啊 請舉牌 你看 夏文 不會啦 你啊 我覺得大部分人我敢說 我都沒有在關心腎臟的 因為說真的 因為腎臟它本身不會痛 然後我覺得女生 又比男生更不關注 十幾年前 就是我差一點點要洗腎了 我那時候是很嚴重 那可是即使我那麼嚴重 我當時那麼嚴重 我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我是左邊的腎 在這兒 我當時只有感覺說 我怎麼這一個禮拜 這邊都脹脹的 有一點點酸酸的 其實有一點點像 我們女生有時候月經要來 你知道那個軟巢 要排軟的那個酸酸的感覺 然後又有點像是你 比如說你看電視 有一個姿勢太久的那種酸 然後我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它就不是很痛這樣 因為我有定期在給阿姨 推油按摩 我就想 那就去給阿姨推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推油 我們女生要全裸平躺 我那天一躺下來 阿姨就說 我覺得妳好像不能推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 然後右半邊沒有那麼腫 他嚴格規定我說 你明天早上就去看醫生 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也就是腎臟科 就是抽血驗尿基本的 他就說 我跟你說沒事沒事 你這個禮拜來很好 你這個禮拜來很好 他說你如果下個禮拜來 你就差不多要洗腎了 真的 我當下真的覺得 醫生在跟我開玩笑 他說你這個是 急訓腎於腎炎 然後急訓腎於腎炎 其實再嚴重下去 真的就是洗腎 現在必須給你吃 裂固醇這個東西 而且我要強效地給你吃 你要吃很大量 我要讓你的腎臟先縮小 就是不要那麼腫 然後我們再來慢慢做別的事 在月之後 醫生就說OK 好的 我們的第一個階段完成了 你的腎消腫了 所以我們暫時不用洗腎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做別的事情 然後我後續就開始做一些 長期的治療 我就變成 從每個禮拜抽血 變成每一個月抽一次 我這樣子大概抽了六年 真的 就是差不多 就是真的持續抽完六年 醫生說OK 沒問題 我們的裂固醇 應該也排得差不多了 然後這件事就讓我覺得說 天啊我以前都不知道 原來腎臟會那麼麻煩 而且我不知道說 原來我們那麼容易讓腎臟不好 我覺得也盡量讓自己身體 不要有太多那些化學的東西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很 很關注我自己的腎臟 是因為腎臟如果壞掉 它是沒有辦法膩的 它是不可膩的 它只能換腎了 對 它只能換腎 然後後來我去做志工 就是去腎臟科做志工 有時候就是去陪那些洗腎的人聊聊天 因為他們又很長期要做這件事情 我就真的覺得洗腎真的太辛苦 很辛苦 腎病喔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慢性腎衰竭 慢性腎病 現在的腎巡率已經達到11.9% 然後我們這裡面有二十多個人 大概就是有兩個人 對 所以你用這個數據來換算 你吃我數據 你不要亂講我的數據 大概換算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洗腎人口 每一年大概9萬多人 這比例又是 在全世界算最高 台灣的腎病那麼多 那我們就從成績去看 那在台灣大概都是因為是 那在台灣大概都是因為是 糖尿病 高血壓 三高的問題 那這些原因就佔了大概 百分之四七左右 接著當然就有一些 比如說你吃了一些 來路不明的保健品 或者是藥物 對 另外當然是環境有時候也有可能 那終結這些主要就是 針對這些的成績來做的話 當然就可以降低很多 那我們就說你這個 慢性腎巢病是怎麼看的 大概我們就用一些的分數來看 我們學說考試 你都要90分以上 100分 這個100分 這是正常 那達到30分左右的時候 就已經是慢性腎衰竭 那就準備洗腎 所以很多的病人來到診間的時候 都已經是30以下了 那當然就是 洗腎了 對 然後我們最近也有一個病人 他因為是 其實這一些這三高 對他講他不會緊張 但他緊張的是什麼 他跟我講說 他已經五六年 發現他的腎功能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腎功能 他從30幾一直降 一直降 29 28 26 他來的是26點多 所以他就擔心的就是 這個腎功能 為什麼一直降 有辦法可以提升 其實我們就跟他講 有 現在有可以逆轉 有可以逆轉腎功能 所以我們就告解說 你一定要 從你的生活習慣要改變 比如說你的三高 你要控制好 我們給他一些營養 飲食的衛教 我們甚至給他 就是哪些腰物你要特別的注意 你以什麼剛才提到的手搖杯 你不能再用 水分 水分很重要 你一定要夠 蛋白質類你也要夠等等 只有兩個禮拜而已 從26變成28 他再回診這兩個禮拜來回診 好高興 他說他這一輩子沒有那麼高興過 為什麼 因為他的腎功能 竟然可以是26跳28 他說他的印象都是一直往下走 他不可 竟然可以逆轉 逆轉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呼籲 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尤其是腎臟方面的問題 你一定要 盡早去 對 要盡早跟你的醫師來看 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疫情的目標 對 如果你真的身體有什麼狀況 不要害怕被貼標籤 如果你覺得跟年期快到 我就老怎麼樣 那就去婦產科 好 對 還是要去 對 不要害怕 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急早就醫 好不好 這才是最佳的方法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